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 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 我爱你 如果非要在这份爱上加个期限 我希望是一万 与《大话西游》中这段经典表白相匹配的现实版 恐怕就是最近贾乃亮的动情告白了 不会走 用自己的生命去保护你 我会让你受到任何的欺负 我会靠自己的努力 让你一辈子都过得幸福 其实像贾乃亮一样 借助盛典或者颁奖礼现场相恋人表白的明星还不在少数 2008年在第九届长春电影节的颁奖礼上 文章的一封情书就让当晚获得影后的马依丽潸然泪下 亲爱的 08年你给了我太多的惊喜 因为我要转换多个角色 但现在我好像又多了一个角色 那就是影后的丈夫 篮球运动员出身的陈建州 则在美职篮球场向女友范美琪告白 让毫无心理准备的范美琪 由一脸迷惑 转而感动落泪 在这样的公开场合表白求婚 不仅能让更多的人见证当事者的真心诚意 还能得到旁观者的祝福 可谓一箭双雕 不过这种表白也是有风险的 试想万众瞩目之下如果被拒绝 求婚者情何以堪呢 所以选择公开场合求婚表白 一定得是十拿九稳 八九不离十才行 你没事吧 爸爸不喜欢陌生人 真不好意思 当年还是歌谈新人的章节 特别想感谢的人是 娜娜 因为他给我了很多的勇气 让我去挑战 这一段略显含蓄的表白 让张杰谢娜的恋情浮出水面 和张杰相比 黄磊的表白则来得更含蓄 将其对孙丽的表白 融入到作品之中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陈天忆喜欢女鱼歌 不许拿我举例子 又不是真的 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说我喜欢女鱼歌 这不是爱的表达 对吧 那如果我说我需要女鱼歌 这也不是爱的表达 那如果我要是爱你的话 我该怎么说呢 说你爱我 陈天忆你坏套了 你点着就是个大坏蛋 又怎么了 我养你啊 一句我养你虽然平淡 却将责任和担当表露无遗 其实表白并不只是恋人的事 也不只是新婚夫妇的事 老夫老妻的一番表白 又何尝不令人感动呢 十年走过来不容易 我希望你越走越好 越走越踏实 不管怎么样 我伴着你呢 我觉得他说了一个话 我很感动 他说我当一媳妇 我要是不给你添乱 就是对你最大的帮忙 我觉得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明白人 真心诚意的表白 往往能让恋人更甜蜜 让夫妻关系更紧密 当然除了真心诚意之外 表白也是一门技术活 注意方法找准时机的表白 往往能事半功倍 如果不明就里 胡乱表白 往往适得其反 没什么 我想借小姐的肩膀搭一下 不知道可不可以 这怎么行呢 我可是黄花大闺女 我知道 我只不过是想整整 我的朋友而已 其实在下正是唐伯虎 什么唐做的老虎 我不认识你 或者更惨的 就是这般下场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大部分人呢 偶尔也会到我们隔壁这家酒店 去happy一下 美也 你这么温柔体贴 应该不会拒绝 下流